美軍星期日下午出動F-16戰機 在鄰近美加邊境幽輪湖上空 發射響美蛇空對空導彈 擊落一個不明飛行物體 是十日內第四次擊落高空物體 美國傳媒分析 這類狀況越催頻繁 相信是中國氣球事件後 美加調高雷達靈敏度 導致清測島的不明物體數量激增 北美的天空越來越不平靜 美軍戰機今月3日擊落來自中國的氣球 造成中美外交爭端 中方說這個氣球是用於科研的民用飛艇 否認有任何監視行為 並批評白宮政治炒作 之後美軍在上星期五和上星期六 分別在美國阿拉斯加州 和加拿大的肉空地區擊落不明飛行物 連同今次在內 美方尚未掌握最近三次飛行物的來源地 和它們的原理 根據美國官方公布的資料 F-22引營戰機已三次出動 擊落空中目標 每次都發射一枚AIME-9X 短程空對空導彈 每枚導彈造價為472,000美元 三枚合共約141萬美元 截合約1,104萬港元 有專家分析 發射成本昂貴的導彈 並不是長遠之計 激光才是應對氣球 這類目標的最佳武器 內地官媒《環球時報》寫評說 在非戰爭時期 人們很難想像 一個超級大國 反覆動用先進戰機 先發制人地擊落不明飛行物 但在對華高度緊張的氛圍下 這出荒誕 且昂貴的大型政治行為藝術表演 就此發生 雖然多一家美國傳媒都表示 目前沒有跡象表明 這些不明飛行物 與中國存在聯繫 但美軍戰機的華麗星空 顯然滿足了一部份人 對中國威脅的胃口 美方不理3721 貿然就對所謂不明飛行物 進行攻擊 甚至以此炫耀武力 開了一個很差的頭 尤其在美國輿論的線風點火下 華盛頓可能更加纏盟於濫用武力 甚至簡化武力使用授權 令民用航空器承受潛在危險 社評指出 這種高射炮打蚊的政治表演 只會進一步增加外界 對美國迷信武力 破壞規則的印象 這樣的場景 並不會令外界感受到美國的強大 相反暴露出的更多 是脆弱和激進 好了 今集就講到這裏 多謝收看